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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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呢? 谁要想比别人多做一点呢? 那是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痛苦的事情 热死了 这佛教的起源呢 他在这样来解释 我这是有亲身体会的 所以回来以后 你们说上海36度 北京39度 我觉得我们祖国真是风景这边都好 哎呀 得了 不是这样 你说那边的气候 过去是有一种常态气候的 咱说有的地方热 有的地方冷 现在气象专家不都在说吗 中国气候反常 不光中国反常了 整个全球都反常 北方那么热 南方这个大水啊 多少人这个受灾啊 而且这大水 人家说现在好像要有往北移的这个趋势 就这个天气啊 很不对路 你不觉得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吗 其实天气是一个原因 可是大水啊 我那天看了一个香港报道指的社论 他就有在讲 其实这个大水是中国经济开发 到后来必然会遇到的一个状况 因为那个时候比方说 要帮农民争取多一点耕地 因为毕竟中国人太多了 然后也希望农民能过好一点的日子 或者是粮食多一点 所以呢他们让很多的湖泊 就填壶争取耕地 或者是呢 在一些河道上做了一些处理 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当大水真的来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输菌 就水去不了了 然后呢 所以你说当水真的来 说实在可能在 报多少年前 也曾经遭遇过这样子的大水 可能那个时候呢 可能死没这么多人 可是现在就是因为 这个环境承受不了这样的天气了 所以水下来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哎呀 你说这个 我那天下来的大暴雨 大水啊 我就觉得 这1115说什么 猪门九肉臭路有动死骨呢 我就感觉 因为我那天开着车 就我们上班上到半夜里 开车回去 哎呦 我觉得那车跟军舰似的 我就享受到 我这个吉普车 哗 就跟军舰一样 在接着走 然后你高人意的 可是后来呢 拿过来 他们拿过来一个给咱们枪枪三人行的观众来信 我看了也是西黄啊 在这个来信呢 咱只能当成小道消息 因为它好像跟官方的这个 咱不知道能不能对得上啊 这位朋友说 我就 我的老家是广西向州县罗秀乡 昨天就6月23号 前天6月22号 我打电话回家一直打不通 今天打通了我姐姐家里的电话 终于打通了 我姐姐说 罗秀下游的麦眠村 三里村 乌莱村 夏令村 古车村 运江镇都被洪水冲没了 有一个小村落 人只有300多人 洪水爆发的时候 全村只逃出了100多人 剩下的全部失踪 至今还下落不明 好多老人小孩 至今死不见尸 活不见人 有一个老头 洪水淹进 他家里时 他非要去牵他家最重要的财产 耕牛 结果连人带牛都失踪了 罗秀河漫到罗秀大桥 河水中不时看到淹死的牛的尸体 老人小孩的尸体 起起伏伏 浩浩荡荡 漂流而过 有些尸体沿途碰到树枝 还卡在树枝里 一起漂流而下 这是他的家乡啊 太惨了 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地球真的被我们人类摧毁了差不多 比方说我们一定觉得什么 我们一定觉得我们长大之后比小时候热 热比小时候热冷也比小时候冷 对 所以那个天气特别反常 然后你比方说像我走在北京的路上的时候 因为我大概十年前去北京的时候也是夏天 我觉得也挺热的 但不是现在这种那种热是冲着脸来的那种 就是恐怖啊 我觉得跟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也有关系 比方说空调 你有站在冷气后面的经验 或站在电冰箱后面的经验吗 那个地方真是不正常的热 你说的非常对 阿宝你很深刻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世界上能量守恒 知道吗 这是咱们用空调啊 用什么你都没想到 没什么东西是消失了的 你这冷了 外边就热了 大家集体的都把自己那弄弄舒服了 外边就全完蛋了 这温室气体这些 所以说香港啊是动感之多 今天报纸上讲有意思 香港真好玩 我跟你讲 这个我一个大陆人呢 对香港这个印象 空调的印象有变化 我到今天看到报纸 我才如梦方姐 我刚来大陆的时候 那个时候从洋没外 不是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跟大陆人说 说你瞧人家香港 什么事就是这么专业 人家商店里的空调 开着你这穿棉袄 这叫专业 哪像我们北京的百货商抢 跟温吞水似的 乌乌嘟嘟的 人家说到商店一下凉快会 比在外头还能热喽 我说这是我夸想香港啊 但是今天地球之友 发出庄严的通告 说香港动感之多 那个洞 是这个冰冻的洞 说这个空调开得过猛 有些这个街市啊 16度 然后这个家庭主妇们呢 就因为怕冷 不敢去买菜 在里边的那个小商贩 那老婆婆 我看拍一个照片 说一个老婆婆去买菜 开始的时候 老婆婆还硬挺着 逛了两家之后 就哎 伙计有没有棉袄 借一下我穿 缩在那个街市里边 哎呦 冷的说香港 本来说应该保持在25点 五度 你看我们香港同事都知道 我到香港我算学会一招 你看我在深圳就穿短袖上班 到香港我都穿长袖 就是因为从坐火车开始 从红看坐火车 好家伙 你要每次经常做节目的时候 鼻子就囊囊了 就是因为你要穿短袖就感冒了 就香港的空调 但是地球之友的担心 就是你这种担心 就你香港这样是烂用能源的 你这个一下把空调开到这么冷 你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危害 你没必要动成这样 你知道动感制度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 资本主义 哦 他他一切以做生意人为核心 你知道做生意人在中环的都穿西装打领带 哦 他们下来酒楼 他们坐地铁 所以这个温度是根据他们穿了西装 香港你知道那些人一年四季都是穿西装 对不对 他职业需要 所以以他们的标准为核心标准 所以他们去酒楼 你要是开到二十五六度的话 你那短袖舒服了 他那西装可就惨了 他投诉可比你投诉力量大 他们那些哈 你知道资本家嘛 财大气粗嘛 所以香港叫中环价值观嘛 现在不是讨论香港的核心价值观 是什么中环价值观 自由民主那些 比如去讲他那个冷气温度 就是中环价值观动出来 没错是照着那些穿西装的人的温度设计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我们好好批判他 而且真的是资本主义啊 资本主义的这个香港 你就会感觉到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说实在的 我觉得作为大陆人 我现在挺喜欢的 我们大陆还活得比较野放的 就是跟我也觉得 经常好像在城市里 也像在旷野上一样 随地土台什么的 没事 但是在香港你会感觉到 你80%的时间在室内了 我就有时候想科幻的 未来人类啊 没准就是这样生活在大罩子里了 香港就是这样 因为你最多为什么可以穿西装 你擦肩而过就进了房 房里就是空调 整个你一天80%的时间 是在这个人造本地 资本主义啊 去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现在到阿宝 阿启 阿启这个启人 启人 很担心出问题 就因为真的 我觉得这个地球 有越来越糟的状况 去年我看了一部片 明日之后 对 对 那地方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我真心希望那天来的时候 我比别人先死 我觉得我活不下去 我真的活不下去 你说那些人又要 又要什么攀高啊 救助啊 在随便游泳啊 或者是掉到大楼下面啊 或者是烧火取暖 所以你看这些 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活下去了 反映你的脾气 你这脾气就是个急脾气 所以什么事 一开又灾 我想死了 就复活了 就烦了啊 我有一次讲 节目里讲到 这个农民砍财啊 造成水土流失 对洪水的一种间接性的 被徐老师去过云南 对对 结果呢 就有网友批评我 说你看人家意大利也发水吧 是 全世界都有自然灾害 美国说实在话 每年他龙卷风 也死很多人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事情 总是分两个层次来讲 有些是你怎么防都防不了的 但是有些是人为是可以 你刚才讲到填湖的问题 我去了那个滇池 大滇小滇 小滇就填掉了 你知道云南这个 整个昆明为什么四季如春啊 就是因为有这个滇池 起了一个气候调节作用 对不对 可是呢 五几年的时候 为了要造填嘛 就把那个小滇给填掉了 那也变农填了 可大滇一去 哎呀 我真是不知道发什么改强好了 那个水呢 用那个朱自清还是余平博的 那个蒋生登影 秦怀河的一句话 叫浓浓的滤着 这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这个湖水啊 是浓浓的滤着 它滤到个什么程度啊 像绿豆沙子啊 很浓就不像水 我之前没去啊 许老师 说来瞧 我昨天晚上刚看见我朋友去云南 拍的这张照片 他写的标题就是 负营养污染的滇池 浓浓的滤着 好看是很好看 然后我就问当地人 我说这个青山滤水 这个水怎么这么滤啊 它都是尸体 都是那些和 那个那个水藻啊 水藻过分发发达 然后它尸体浮上来 所以这个味道是一塌的糊涂 负有机无人 然后我就问他们 我说这什么时候开始的 90年代才开始 92 93年以后 他们每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好 划船的也好 所有公民的人都跟我说 他们小时候的滇池 是怎么怎么的轻 哎呦 就是最近的十几年 大量的工业水进去 助长了里边 具体详细我不懂了 他们现在已经勤了 花了很多亿了 请了日本韩国的一些 一些专家来搞这个进化 你说这个自然 不是跟人完全有关系吧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 汉城那条河吗 那条河吗 他们说十几年前 是非常脏的 最近这十几年 他们花了大功夫 现在这条河就变得比较轻 所以我就真心希望 滇池啊 能够回到那个青山清水啊 不要青山滤水啊 他要不回来 就给他改个名 把这颠改成疯癫的颠 可是这也证明了 其实有的时候 当年可能没有办法 做这么长远的规划 当年真的是觉得 人民能够填饱肚子 就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可是说真的 你要让地球恢复原本的样子 你所需要的 不管是花费也好 时间也好 都比你破坏 要来得快 比方说像土石榴 这种东西好了 你可能觉得砍一个树 哎呀 我们又多了一些纸啊 又可以做家具啊 只是暂时的事情 但是土石榴 会让你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家园 迅速不建 对 我前一阵子又看到一个 前两天 就在香港 看到一个就是公益广告 因为香港最近也是 很多地方也淹水 因为雨也下得很大 他就呼吁市民 爱护你们的下水道 因为你以为下水道是最脏 最不堪 什么东西都给丢在里面 但是就是因为有太多人 比方说抽烟 就把烟头丢进去 你一人丢一个 香港六百万人就有六百个烟头 当然没有那么多人抽烟了 然后呢 你丢的脏东西 有些人可能会把死猫死狗 放水流过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堵在你的下水道 将来你的水来的时候 你就去不了 你现在做的任何一个小动作 你以为只是造成你小小的方便 但是都会造成非常非常强远的伤害跟影响的 对 阿宝说的非常对 但是这个我最近也碰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某些部门 这个环保部门 政府部门 我们都在说什么中国人陋习 不随地吐谈 我说那行 我不随地吐谈了 那就是有了谈 我就吐到那个 过生纸 卫生纸里 让没地方丢 给我拿着 我走了五分钟 我没看见一个垃圾桶 你让我丢哪 我走了十分钟 我那个卫生纸啊已经化了 我最后我就捧着一团我的痰 化着纸浆 我捧了左右半个小时 我找不到一个一个垃圾桶 那你说这是我的陋习 还是有些你该干的事 没没没没没干的 将来让中国人每个人捧着一口自己的痰 到处找垃圾桶吗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 阿宝 帮我们学学 见到有些人做谈的技巧 不是 因为刚文涛这样讲 我刚突然笑 我突然一想 其实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环保的民族 因为他们用的卫生纸实在太少了 因为不管是土台也好 或者是醒鼻涕也好 大家都可以 要节约用纸 非常节约 我每次去 回归大自然 我每次 少用纸啊 我每次来内地 当拍戏的时候 我都对于那些工作人员啊 真的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我觉得他们彻底体现的是 当年啊 神雕侠侣 球千丈女士 她不是有个吐河的那个功能 因为肢脂都断了 对对对 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功效 那个弹啊 吐得知远之准 那个鼻涕吐得知远之准 而且完全不近身 左鼻子用完之后 还可以右鼻子 然后呢 再往树上这么一抹 多干净 没有很欢迎 知道吗 阿宝 我们上那个中学的时候 我们班同学就有这技术 画圈的 在墙上画圈 男同学比赛吐弹 把把中红心的 打一下 他那弹啊 他能凝聚的 非常的浓 非常的硬 打一下 就这样 我拜托 我还练过一阵 人家现在吃伙伴呢 我我我吐不了那么准 我八九环吧 我但是我们班那同学 真能吐红心 准 不过来 我讲点 讲点学术上的事 我我最近觉得 不是启人优贤 我跟你说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一世的文明 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 某一世的文明 已经有很多文明了 就灭了 为什么灭了 我最近看了一系列的 纪录片 最新科学的证据 像这个 金 世神人面相 跟一些金字塔年代是不同的 那是上一个文明留下来的 公 就是四千两百年之前 延续了一千年的文明 咱们这文明延续了有几千年了 那个时候埃及延续了一千年的文明 在一两百年之内突然消失了 但是发现出来人的骨骸啊 在吃小孩 所有的成年人在吃小孩 说为什么这样 一直以为是政治斗争 还是以为是什么革命了 还是什么 现在的专家越来越发现证据 现在 我就是正赶上一个什么小冰河时期 那一年欧洲寒冷 埃及这个地方 尼罗河的水少了 水一少 土壤沙漠 旱灾 然后一连说了好几个 包括那个克里特岛 那个米诺石文明 过去也不解就是到底怎么灭亡的 现在知道是他附近一个岛上啊 火山爆发 引起这种海啸 或者引起什么火山灰之类的 灭亡了一个文明 玛雅文明 玛雅文明 这里很近 一千多年之前吧 大概是 玛雅文明怎么灭亡的呢 旱灾 在这种森林的地方啊 发现了罕见的 出现了罕见的旱灾 所以导致整个文明 痕迹的无数角形 就没了 这人都没了 过去都是不解之谜嘛 还有像你刚才讲的圣经里边 这个索多玛 俄摩拉说上帝毁灭这个城 现在地理学家们在寻找 就在死海旁边 这里当年有自然灾害 成为民间传说的依据 发生了大地震 这种地震到了什么程度 神户大地震出现过 土壤液化 土壤啊 地下水出来了 整个为什么连那个城整个消失了呀 因为土壤一液化 就这个就这个房子就像陷进流沙一样 哗哗哗哗陷进去 一直陷到死海的海底 所以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 大家说 说你现在去死海海底发掘 没准能发掘到遗迹 你看这几世文明嘛 都是天灾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网通凤凰子夜快车